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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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上次做简单的一个复习的话,我们上次是不是还没有跟大家说太多的需要大家先去预习啊或什么,我们现在等于是什么是又来到一个新的领域了,大家先不用太担心,这个是我们 我们开始进入趋入阵型之后,趋入阵型是不是等于说什么,是我们在于从 因的,果的,阵型,以及它辅助的,各式各样来讲,它说分出为9嘛,9种趋入阵型,从什么,从 四禅八定,一直到一切种子嘛,对不对,我说,我们不是说,这边9个,不是说趋入阵型本身分9啊, 是趋入阵型所要修辞,所趋入的那个修辞,所要,是不是大家还记得那个词汇,我们说什么 因为,它在这边写明佛弊是说什么,因为趋入阵型分为9,所以所趋入的4分为9嘛,这边它有分这个来讲,我们一直是觉得说这应该是倒过来了,应该是说 所趋入的4分为9,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能趋入的趋入阵型也分为9 来讲的这个时候呢,还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些是已经,已经介绍的,或者有一些是将要介绍的 而一些比较难,如果不在这边介绍的话,就没有在别的机会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四禅八定跟事无量行嘛,所谓的四禅八定跟事无量行 它在我们这边的四禅八定开始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就是有讲到的是什么 就是它会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都讲到什么就是 净分正行,净分正行 它一定是什么是,一定是在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是什么是 还没有到上上届之前 就要在下下届先升起了净分 在本身的那一届呢,它不可能在那一届再去修净分 我举一个例子怎么说来讲,比如说 当然从玉界我们可以说什么 玉界它可以修三界所有的这些,它可以说什么 不一定是说好像我到了初禅天,我才可以修持二禅天的净分 大家不用到这样子的,我在玉界这一个处呢 我就可以什么,我可以从初禅天的净分 初禅天的正习,二禅天的净分,二禅天的正习 一直修到什么呢 修到我们所谓的有鼎天的净分 有鼎天的正行,都可以升起了 可是,是什么 在属上届的 我们到了,如果已经到了初禅天 生在初禅天 所以应该大家以后也要知道说什么 说要累积初禅天的业 要累积身在色界跟无色界的业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它不是我说,随随便便我今天 我看个经书,我就这样累积了 初禅天的业或什么 它不是这样子 要可以累积到 或者可以集到初禅天以上的业 要什么呢 起码要有止观双云 不要说止观双云 起码要有止 不一定要到止观双云 起码要有止 才可以到这个 才会累积到初禅天的净分 到了初禅天的净分的时候呢 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在停的地方 它是不是说什么 获得止的那一个人 以清安所设置住的第九住心 那是初禅天的净分的首位 或者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什么 没有获得止 没有获得清安 是不可能获得初禅天的净分 没有获得初禅天的净分呢 就没有累积到 能生在初禅天的业 所以也知道说什么呢 我们一般的这种的行诸 我们啦 我们在御界的这种的 行诸坐卧的业 乃至我说什么 我看经书啊 或我听闻啊 或乃至我修禅定 纵使我是修禅定的时候 可能我都还没有到 纸的那个境界来讲的话 这个修纸 不会说我偏向色界 无色界 因为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 在台湾诗院 他说什么 很爱修纸的 你自己累积那种 生在色界的 无色界的业 有这么容易就好了 那个都不是 这么轻轻松松就可以到 要可以累积到色界 跟无色界的业 不是那么容易 都要 一定要某一层的 纸 才可以有获得了 那当然到二禪天 三禪天 四禪天 那都已经到了什么 都已经到 止观双运了嘛 都已经到 这个以上都已经到 止观双运来谈了 那 我们在这边来讲 刚刚的意思是什么 是 你看 如果是要生在出禪天的话呢 它是不是一定在于 下下界之前就已经要在修辞 禁分了 它不可能到了 我到了出禪天之后 我再修 我再次修 禁分的话 那没有这个例子 就是 要生在出禪天的话呢 之前就已经要先在 下下界升在 已经要升起了禁分了 在下下界升起禁分 不仅仅升起禁分 在下下界先升起了 陣型的时候呢 才有可能升在 上界了 纵使有禁分 没有到陣型 也不会升在 上界 上次我们是不是有 有跟大家略略讲到 这个是在什么 我们在后面的12元起 在 在介绍限光专业论的 第五品的时候 在介绍12元起 又会更讲一遍 是什么 是 因为 如果下下界的 初分烦恼没有遮止 上上界的 初分的烦恼 不会升起 那大家 因为我刚刚有 律律在听到大家来讲 我们 这边就是福生大师 跟别人的说法 不太一样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 在以福生大师的程序 大家如果有记住 我们以前在介绍20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 三界烦恼是一并的去除吗 我没有说 我先去除欲界的烦恼 再去除色界的烦恼 再去除无色界的烦恼 福生大师不认为这样子 他说 三界烦恼没有出细分 三界烦恼是一并的去除 就是 你去除欲界的烦恼 你也就去除色界的烦恼 你去除色界的烦恼 你去除色界的烦恼 你也去除无色界的烦恼 这个本身没有出细分的 那有出细分的是什么 是 初分的欲界的烦恼 初分的色界的烦恼 初分的无色界的烦恼 这是什么呢 这是依靠着世间道 福生大师这边会有用一个来讲说什么 他会用 世间道 可以把 世间道所要断除的修所断 就 世间的修道 透由修持世间的修道 去断除世间的修所断 我们 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跟大家介绍 所要断的就只有两种 见所断 修所断嘛 这边你看我们 在 治良道也都没有断除任何的烦恼 在家行道也没有断除 任何的烦恼 是不是 断除烦恼的机会都是在于 见道跟修道 无学道就没有要再断除任何东西 他已经到无学了嘛 所以我们能断除的话都是依靠着 见所断 跟修所断 而修所断这边来讲的话 他有一个什么叫做 世间跟初世间所断的 而依着世间修道所要断除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内道跟外道 或者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一样的方法要去断的什么 就是我偷游说 譬如说我看到欲界的过失 我偷游到上界的功德 而我把对欲界的这个烦恼 或欲界的贪拙 压制住 所以你看它不是断掉 它只是把它压制住的时候呢 这个压制住的时候升起是什么 它升起的就是所谓的 初禅定了嘛 初禅定的升起 那初禅定 是我们上个礼拜 也绿绿跟大家讲的 欲界的初分的烦恼 跟初禅定的阵型呢 是什么 是当压制欲界的初分的烦恼 是不是初禅定的阵型才升起 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算的 那初禅定的初分的烦恼被压制的话呢 是不是二禅定的阵型升起 一样嘛 在二禅定的初分的烦恼浮出来之后呢 再把它压制的话呢 那是什么是三禅天的禅定的阵型 一直推累来讲的话呢 因为什么 下下界的初分的烦恼没有被压制 上上界的初分的烦恼 在我们兴趣 没有办法产生出来吗 没有办法 现行出来 没有办法生出来 它被什么 被以上的初分的烦恼都 都淹没住了 或者压过去了 已经都被它压过去了 所以 我们在讲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的时候 它就在讲什么 我们 会慢慢介绍到什么 就是介绍到三界 介绍到三界的时候呢 也会介绍到 能升在三界的音 也当然是所谓的 定 无色界的这个禅定 等等这个地方来讲的时候呢 那主要我们为什么在这边 会要谈到禅定呢 那如果说我又不是要 想生在三界的当中呢 那我们谈到的是什么 我们上次跟大家 是不是有讲到说什么 是 所有的修辞的 我们说修所生会的 我们要修所生会 我们从 文所生会 施所生会 但我要升起修所生会的话呢 我所谓的修所生会的话呢 除非什么 在普道次第网上有一句话说 除非到 高的 登地的菩萨那样子 它可以依着 欲界的心转为 修所生会以外的话呢 我们一般来讲说什么 修所生会要升起 一定是要依靠着 属于上界的心 就是 出禅天的 禁分 一直到 后面的这些的阵性 一定是依靠着这些来讲的 所以呢 这些的四禅八定 变成不是 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讲 有略略讲到说 它不是把四禅八定放为 过 就是好像我到了这个地方 我获得了什么什么的 一个很 很 很终究的果位 好像我就满足了 不是 是 我依着这个 四禅八定 获的话 它变成一个工具 因为它变成一个 更利的 或者更好的一个工具 或我以前 有跟别的学生 介绍的 因为在寺院 比较不会介绍 可是我说我在 国外在介绍这个时候 我会介绍说什么 我说就像我们以前 小时候在打电动 就是你看到某一个层次 他说 你可以拿到更好的武器 更好的盔甲 更好的东西 这不是说你获得这个 你就已经圆满了 而是你说什么 是依着这个 还要再去做更多的事情来讲的话 那我们这边所谓的 在以内道所修持的 四禅八定的意思 也就是如此 说什么 他要获得这个四禅八定之后 而就再去修持更多的 同样的修持空性 同样的修持无我 同样的修持等等的话 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我们大家听尊者 不是他常常讲这个 他说什么 我今生 他说他认为可以 获得到 资良 就是说现在他已经 就不太用这种 说资良道的 应该是已经到某一个程度了 那样子 他说 在今生现在希望说 可以获得 佳行道 对不对 他说 只是什么呢 可能修禅定的时间 不够 没有太多的空档的时间 或者不然的话 今生是希望可以到 佳行道 如果他说 见到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晋升到 见到了 现在把 说更高了一点 说 见到 希望可以升起 为什么 你看我们说 在于说 在资良道的时候 我们现在慢慢知道了 是不是说 资良道是不是修菩提心 也开始修空振剑 他不一定要说什么 我获得 子观双运 不一定要到这个阶段 那到什么 要到 从资良道 一定要到 可以加行道 是不是要对什么 对空性的 子观双运 要升起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从 资良道进入到 加行道 所以是什么 如果按照 以尊者的例子来讲的话 他是说 对空性有相当的 一份的了解 乃至有窜息 有透彻的依着 比量 去了解了空性 但是什么 他还没有办法 从进入加行道 就是 因为什么 我们一的工具有限 一的工具是 如果只是以世俗的比量 我们所谓的 一般我们讲比量是什么 大家慢慢我们到 四餐八店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 更细的去谈到什么 什么叫做修所成会 什么叫做私所成会 什么叫做修所成会 什么叫做修所成会 比量是什么呢 比量都是属于是 是私所成的 这是一定的 就是没有一个比量 是修所成的 比量一定是 私所成会的 或者私所成这边来讲 那 私所成的话 他只能带我们到某一个 某一个阶段 他就 没办法再 再上去了 要再上去是什么 他需要依靠着更 精密的 或者要更 有力的工具 那要什么呢 就没有办法依靠这个欲界的心 一定要依靠着什么 要依着 四餐八丁了 所以 四餐八丁才有办法到这边 依着四餐八丁也才有办法升起 建道 依着四餐八丁也才有办法升起 修道 依着才有办法获得阿罗汉的果位 或者获得佛头的果位 都一定是要依靠着这个来讲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在这边是介绍了 四餐八丁 和 大家先 因为在四餐八丁当中 我们当然会介绍很多很多的名词 大家不用担心 我会 一而再 再而三的跟大家再复习这些名词 大家就是我们要先去再熟悉一样了 就像我们 在那时候 在学20生 不是 我们也花了好几个礼拜 习惯说什么 虚陀还 私陀还 阿那汉 阿罗汉 乃之后 或者说什么 预留果 一来果 不还果 阿罗汉果 我说像 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早上我在送金刚经 因为在这边来送 阿罗汉在开送的时候 讲说 真的有读一点经书 有来知道 才知道说什么 金刚经在说什么 是 他是不是一步一步就在说什么 私陀还果是怎么样 虚陀还果是怎么样 阿那汉果是怎么样 阿罗汉果是什么什么样 如果 我说如果这个没有读过20生的话 你说 你懂 那金刚经在讲什么 我就觉得说 那个 连名词上面都 没有的话 那要懂金刚经的意思是 是像天树一样的这样来讲的话呢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到目前为止 大家目前只要到什么 我们只要到了 有 知道什么 我们有 三界可以分 九个地方嘛 我们不是说有 玉界 色界有四个禅天 无色界有四个无色界 我们还没有讲那个名词 我们慢慢介绍名词有这个 加上来是变成 三界可以分为九处嘛 而三界分为九处的话呢 四禅八定是不是就在讲说 玉界的话 我们就没有所谓的 禁分 阵型嘛 玉界就是最初分的心事 不用再讲的时候呢 那 后面的八处 它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什么什么 都会有它的禁分 它的阵型 它的禁分 它的阵型 这两个来做 互相来去做修持 那 禁分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了 禁分就是在于 下下界 所修持 上上界的业嘛 我要获得 可以获得到 上上界的 累积上上界的业的 那个阶段还是什么 那还要叫禁分 所以在那个阶段呢 我们也是在怎么 在对峙 下下界的初分烦恼 如果没有对峙 下下界的初分的烦恼呢 我们没有说正对走 大家要知道 我还没有说正 就是他在对峙 有在跟他作战 有对峙 下下界的烦恼呢 他才会累积到 上上界的业嘛 所以那是他有禁分的间况 那到阵型是什么呢 是已经把下下界的初分的烦恼 压制 让上上界的阵型升起 上上界的阵型升起的时候呢 是不是 上上界的烦恼也才会有 因为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一模一样 我记得那时候 花好长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自己 嘴巴说得算 内心没有感觉 什么没有感觉是说 我说 上上界的阵型升起来 怎么会上上界的烦恼 会升起 不是说上上界的阵型定升起 上上界的烦恼应该是 对峙的话呢 这就是错了 就是什么是 上上界的阵型升起 是把下下界的烦恼 压制 才会有上上界的阵型会升起 跟上上界同行呢 这上上界的阵型升起的时候 跟他同时的时候 才会有那种 上上界的烦恼 才会跟着浮起来嘛 我初禅天的阵型升起的时候呢 我的心绪当中的 这个初禅界的烦恼 属于初禅界的烦恼 才会浮现出来 在之前在哪里呢 之前都还在睡眠 不代表是我 把它去除掉了 它就什么呢 它就是浮现不出来 就生不出来嘛 就像我们举的一般的例子 说什么是 你看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那个种子 是存在的 我没有把它那个杂草的种子去掉 杂草的种子还存在了 可是只要把什么 把初分的那个冰啊 那个霜啊 冬天的霜 去除掉到春天 是不是那个杂草就 又冒出来的 一样 现在是什么 是上面厚厚的冰啊 霜是什么 是浴界的烦恼嘛 浴界的烦恼都还存在的时候呢 初禅天的烦恼是 冒不出来 所以它是在等 等这个情况 所以在我们的心绪当中 那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等等的烦恼 的种子都具有 所以 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是不是我们有去除掉 是什么是 下下界的 初分的烦恼还没有压制 上上界的烦恼就 浮现不出来了 上上界的烦恼浮现不出来 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滋润到上上界的烦恼吗 浴界的烦恼不会去滋润 出禅天的烦恼 出禅天的烦恼 两个配合 才会生去出禅天 我们是不是有讲到极地的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依着夜 烦恼 才会有果吗 那浴界是浴界的夜 浴界的烦恼 生在浴界 同样 要生在出禅天是需要 出禅天的夜 出禅天的烦恼 才会生在出禅天 一直到什么 游顶天的夜 游顶天的烦恼 生在游顶天 等等来去做 所以 我们 在福生大师他是用什么 他是说 三界烦恼 没有分他的粗细分 他是一并去除 一遍断掉 一遍来去除 那别的誓愿 像我所知道的 我所知道说 像在于 像我们在狗孟 的学院 他们一直是妙音喜 他所说的 他们就说不是 他们根本没有用 这种所谓的 粗分 细分的这个用词了 他们用的就是什么 他就是说 我们要先去除 欲界的烦恼 才会 才可能去除掉 色界的烦恼 才可能去除掉什么 无色界的烦恼 和后面的 两个的 因为我说 很多他们的程序 他们的奥妙 或者他们的 东西 我只能大致 粗分的说 我那个细细的 我会说 大家如果 对他们有比较有 想要了解的话 要请他们的格西 就有点像说什么 我以前 就因为那时候 跟大家介绍的 或者别的以前来讲 所喜欢的 我就说 就像武林秘籍一样 我说 如果我是学了这一派 我可以说 他人的奥妙 大概 除非上我说的出来 我解释一下 可是你要说到那种 精密的 碰到那个难处的说 关键的抉择的时候呢 还是你没有透过他的这个学习 所以 我说不说 我只能 如果说出来的话 就变成好像 就是画葫芦一样 根本没有那种精髓 那种功夫 那种的 打不出来 那我自派的话 那我可以那种 那种好像得心硬手 那我全部可以跟着 跟着要怎么打 怎么说 要有办法说出来 所以因为我们从小是 随着福生大师 思维也就是跟着 福生大师的思维来讲 那我会跟大家尽量的 以福生大师的说法 可是我会在这个 不同的地方会说 诶 别的大概是这样讲 可是你要更进一步 或者更详细的去了解 他们这个东西的关键的话 有些地方是要去 请教他们本身的 格西或者他们 他们来讲的 有些是我们来讲 像 我说我记得以前 我们 在三大寺的时候 很多就是像 舍拉寺啊 或者甘安寺啊 别的 别的事要引用福生大师的 我们就会笑说 那根本你们 根本不懂福生大师在讲什么 你们乱引用啊 那个奥妙也都说不出来 那个 因为他们以为说 好像这个有相违背 我们说那个是 不是福生大师有相违背 是你们 不懂那个关键啊 那样来讲 那我们引用他们的用 他们也一样说 你们不懂我们的奥妙 不懂我们的精髓 是的 所以我常常才跟大家讲说 我大概可以到某一个程度 和 那当然是在学习上面 到 学完之后 再去看的时候 那就觉得 每一个每一个人 有他的奥妙嘛 就像我们在说 武林的故事一样 大家在想 你看是不是 你会说 谁比谁好 不一定说 少林比武当好 武当不一定比 哪里好 他每一个地方 有他每一个地方的奥妙嘛 没有他的特点 可是真的学会的话 会去欣赏人家的善处 或者学会去欣赏别人的那个地方 可是在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 年轻的时候 年轻力壮可能说 少林就不喜欢武当 武当就不喜欢少林的 而我们那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觉得福生大师 就是对的 就是来讲 可是慢慢慢慢学习之后 他会看到就是说 每个地方有他的 善处 每个地方有他的 精密的解释 可是有些地方是 因为我毕竟我不是 我自己不是依 这个 这一套拳 我不是依这一套的思维的话 更深一层 我会跟大家讲说 那大概 大家可能要去请教 他们的 如果在福生大师的 我会尽量的 跟大家解释 如果我不懂 那我会再跟大家 再说 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时候 我知道后面还有一些 名词 我们上次是不是到了 说什么 我们到了 了像圣洁 等这些的说法的时候 那我们会再复习 我们今天这个礼拜 还会再复习 那个名词 那大家不用担心 我会 这几个礼拜 我会多 多次的串习这些名词 因为我们 大家是刚开始 所以我们就是 刚开始在四禅八定 它前几个礼拜 会 文字会比较别扭 我们会 要了解几个名词 是什么 是 开始有 久住心的分类 的久住心 跟 出禅天的 禁分 它的分类 跟到正行 还慢慢从这个开始来讲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的 名词 要开始慢慢记住 可是大家不用怕 这就是我们在 跟学二十生的时候 一样的 一些新的名词的介绍而已 那我知道有几个问题 大家可以来 上个星期呢 有一位师姐 她问了两个问题 那我在这边代为发问 那第一个就是 请诗格希腊 就是 菩萨圣者的身与意 为何不是道地或灭地呢 菩萨圣者厚得之时 应该有现正空性所设的会 那么应该也有道地 这是她的疑问 对 她没有说 她的业没有是道地 因为我有看到这个 我就说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说 我不知道她 是依着什么说 菩萨圣者的心绪的生与意业 我应该这样讲 因为这个会谈到说 生与的业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生与业的时候 它有两种解释嘛 对不对 我们是说 以毗伯沙中 跟毗伯沙中以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一派了 中观秩序派的说法的 生与的业 是不是代表说 都是心事了 生的业也好 与的业也好 只要谈到业 这个词一定是心事 那生的业 是什么 生的业 与的业是什么 就是变成施以业嘛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在 回到赤地广论 他要讲说 施业跟施以业 实际上来讲 都是业啦 也都是施心所 可是施以业是什么 是由施心所而推动了一个在 生与表现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心绪的业呢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生业跟与业 所以如果说这个 可是如果你把它说成是 生的行为 与的行为 那当然不可能是道地了 生的行为 与的行为不可能是道地 因为不是意思的 可是如果是菩萨圣者的 这种所谓的 生业 与业 异业 或者说这个来讲 生业跟与业的当下 跟随着而生起来 这个心事的业来讲的话 那可能啊 可能是道地 我说 不会有 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 哪一个词会 让他 因为我不知道他忽然问这个说 菩萨圣者的生与异业 为什么不是道地来讲的话呢 我会说 他有他的生与异业的是 是道地的 有他的生与异业的 不是道地的 那我例如 我举一个例子 他的生与异业是什么 不是道地呢 是他 之前在凡夫的时候 所累积的 极地的 所累积极地的那个 生与的业啊 这种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 不是道地嘛 对不对 他不是说他获得圣者之后 这个极地就变成 没有了 他还有什么很多的 能生在善处的这种的 生与的业 善业来讲存在的话呢 这个都是什么呢 这是极地 不是道地 就像我们 我们先不要讲菩萨圣者 我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什么 是像 欲留果 欲来果 不还果 他兴趣当中 是不是都还有 生与的 业的极地吗 他不会新的去累积 或者乃至什么 不要说这三者 乃至阿罗汉的兴趣当中 也有 生与的业的极地吗 这不是道地 他有这个生与的异业来讲的话 这就不是道地的来讲 可是 没有说他的生与的业 就一定不是道地 那我们反过来 应该就说什么 这应该是所谓的 试句型的吗 就是 生与 我当然 我们在讲统称 名称是 生的业当然不是与的业 与的业当然不是义的业 我只是把它 并在一起的 我说生与业 跟 道地来讲的话 这应该是四句型 道地不一定是生与的业 生与的业不一定是道地 那有两者皆是 两者皆不是的 那我再帮忙提问 他的第二个问题 他提到说 六度是心所 那么分别可以归纳在 五十一心所的哪几个心所 譬如说他指 譬如说故事度他是舍心 那他觉得说 在心内学里面的 没有这个心所 我懂 那我们讲过了 五十一种心所 不是决定的 就是如果要讲心所 他是无量无边的 无量无边的 这个心所来讲的话 他没有涵盖在这里面 就是你可以举足说什么 我所谓的持戒 忍辱 精进 等等的话 是不是什么 我可以说他是善心 他是善心所 可是你说他就一定是在 我们说什么 我们不是说有十种的 善的来讲的话 他一定是什么 他不一定 我们讲过了 他这一个五十一种心所 是什么 是以 什么 以阿比达摩极论的分法 是我们来讲说什么 是不是说 以阿比达摩极实来讲 他还有什么 四十六种的不同的分法 他有各式各样的 心所的分法 没有一定是说 这不是决定 就是说大家有错误的理解说 凡是心所 就一定是这五十一个的话 不一定 不一定 就像我们上次 不是跟大家举那个 烦恼一定是那种 十种 或者六根本烦恼 或者二十种随顺烦恼 不一定 烦恼是无量无边的 来讲的话 烦恼不一定是 六种根本烦恼 或者二十种随顺烦恼 不一定是这个 四种 他只是以 以这个作为例子 大家可以 去了解 什么叫做烦恼 什么叫做善心 什么叫做片行 什么叫做定行 什么叫做随他 他是以这个来做 而不是说 凡是心所 就一定是 皆是这个 五十一种任何一个 那他没有 不一定是 这个不是说 我们在 经书里面 他不是说 这不是决定数量的分类 而是他是代表有 有代表性 或者含义的这种分类 他不是 决定数量的分类 是 再请示个下 就是我们课前 讨论的时候 有一个疑问 就是在 显明佛母 显明佛母 一支灯 你们一百六十页 他的第二段 提到就是说 大圣去入正行 他的体性 那在这边提到说 是 于大圣因果诸法 随其所因 由顶架行为主的修习 智慧所设的 菩萨于且 那我们比较不了解的 就是说 这名所谓的因果诸法 大圣因果诸法 他所指的内涵是什么 大圣因果诸法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进入大圣道的 不管是他的 因的阶段 比如说什么 就是菩提心 大悲心 或他本身的修持 或者乃至他的果报 在跟着 应该说什么 就是跟 我用白话一点来讲 跟大圣道有相关的 不管是在于 加行的阶段也好 在于正行的阶段也好 在于结行的阶段也好 这个任何一个 有关大圣的修持 从头到尾 这个的话 所圆的 因为你看说什么 他圆的是大悲心 圆的是四圣地 圆的是 四禅八定 依靠的这个 乃至一直到 他辅助的 五眼六通 乃至一直到 什么最后的一切种子 从 他所跨越的是什么 是从 从头 一直到尾 就是什么 这就是大圣的因 大圣的因的菩提心 一直到什么呢 大圣的果的一切种子 这个涵盖的 来讲他所修持的是 涵盖在这个范围 他所修的是这个 所以就是说所去入品 对 所要去入的那个是 所要修持的 所修的那样子 我们用来讲 他所修的是大圣的因 一直到大圣的果 这个期间 是是 那上个礼拜 隔下有提到说 这大圣 大圣去入政行 就分为九种 然后总设成三类 那隔下有提到说 第一类就是 依和而修 第二个就是 现在正在修什么 第三个是 他的果报是什么 那这边的 这三类是说 这九种 都包含这些三类里面 还是呢 这九种里面 可以把它各个区分在不同 就是说三类里面不同的领域里 他是区分在不同的领域 那可不可以 请 比如说像四三八定 就是能一的嘛 本身是什么 是大圣道啊 说 说 是无量心啊 无所 那来讲 那他的辅助的 助办什么是像 无所助啊 三人体空啊 还要说什么呢 是神通啊 还要说什么 那所为 一切种子 就是说什么 就是果 这个来讲 他分的说 就是正在修的当中的所辅助 正在修他本身的本质 盛道 在什么 在他因的阶段 或者能一的什么 就是四禅八定 以及什么 他的果是一切种子 所为 等这些来讲的话 是不是就是能一的 他本身的 他本身的什么 就是他的本质 以及他周遭的 辅助他的那些 互持他的那些来讲 以及什么 最后面的果报 等等的 了解 好 谢谢各位 好 那我们 复习来讲 对不起 今天因为我讲了 复习的比较多一点 那就是 我们到上课的来讲 因为我想说 我们尽量我会到什么 就大概就是 前半段在做问答 和一般 后面来上新的 那今天因为复习的 比较多一点 我们拖一点时间的话 那我想说 我们从哪里 我们在复习 第一个辩论呢 我们上次我记得 我们已经到第一个辩论了 那第一个辩论是 什么 是不是说 那 他是依着什么呢 他是依着余协势理论的 深文帝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没有 为什么没有依着拒舍论 因为拒舍论当中 没有提到 出禅天的禁分 可以分为七的这个概念 这个都在什么 这都是在 阿比达摩集论的 这个时候才会提到的 阿比达摩集论的 造作者是 吴卓菩萨 吴卓菩萨也是什么 也是写 于邪式地论的嘛 是不是 于邪式地论 阿比达摩集论 等等 都是吴卓菩萨所写的时候 所以他才会提到 这个所谓的 出禅天的禁分 可以有七种的这种分类 或者在拒舍论 从头到尾 从来没有提到说什么 这种七种分类 他没有提到 他没有提到这种七种 没有用到这个用词 没有 不会说到这种 这种话的那样子 所以他这边来讲的话 说什么呢 是不是他最主要的 他是依着 身文地 就是什么 就是 吴卓菩萨在他的 于邪式地论里面的 身文地品 这边来讲的话 提到说什么呢 是说 他的认知是说什么 在与 出禅天的禁分当中 可以分为七 而因为七者的首位是什么 那同样后面是什么 我们要随着 了像作义 圣解作义 远离作义 色乐作义 等等等等 这个来讲 我们随着 而编辑的时候呢 那 因为在身文地的分类 是从 了像开始做 了像作义 开始的缘故 他认为说 首要 首位 就是了像作义了 是不是 他的认知是这个 他主要 他依循的是什么 他是依着 无浊菩萨的身文地来做了 所以这是他第一个 所以我们 在这边 要比较要 要这个 我们说我们 破斥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谈到 我要再从事 声明 是说什么 我们不是在遮止 无浊菩萨的身文地 大家不要说 你看他引用了 无浊菩萨的身文地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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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生大师 或者在格西这边说什么 他不承许这个身文地 那是什么事 大逆不道了 怎么可以否定 无浊菩萨 我们不是在否定 无浊菩萨 是 引用了 这个人引用 无浊菩萨的 这个经典 没有引用到 对的位置 所以 每一次很多人 大家 我还跟人家 再回来台湾 他说 我引用经典 你怎么都不承许 你怎么那么 狂妄 你怎么觉得你比 祖师大德还厉害 我说我不是觉得 我比祖师大德厉害 我只是觉得 你引用 祖师大德的这个词句 没有引用到 对的位置 所以 我们这边不是说 身文帝是不对的 不是说 无浊菩萨所说的 这个七种分类 是不对的 七种分类是有的 我们也要承许 我说反而 我会以为说 依着 无浊菩萨所解的 于邪师弟论的 身文帝这里面 我就会说什么呢 出禅天的禁分 这边可以分为 六座义一个果 六座义一个果 一定是有这样子 可是 不是按照他所说的 了像作义就是 首位作义了 是 这个里面虽然有说七个 可是 他不是 代表说 了像作义就是 所有的禁分里面的第一个了 虽然你引用了 无浊菩萨的这个 身文帝来讲的话呢 可是这个是什么 这不是我们在这边说 了像作义就是 第一个作义 或者首位的作义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大家 在这个礼拜要回去帮我 背的 或者要记住什么 就是 我们上个礼拜 也是不是跟大家讲到说什么 唯有 初禅天的禁分 会有这个分类 在二禅天的时候 二禅天就没有所谓什么 二禅天的了像作义 二禅天的圣洁作义 二禅天的远离作义 色禅天的色乐作义 就没有这个了 它为什么没有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 我们会跟大家讲 就是 只有初禅天 会有从 了像 圣洁 远离 色乐 观察 佳行究竟 这个六个是什么 我们这个六个称之为叫做 禁分 佳行究竟果 是什么是作为 正形了 佳行究竟果 是变为正形了 那 后面有一些不同的程序 我之后 我们再跟大家 解释 为什么它有不同的程序 这是 就是 拒舌论的说法 跟 我们 上部派的说法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后面会有引用 可是 那我们到后面再跟大家讲 因为 这边来讲的话 会有 很多 不同的 掺杂的 部派的 不同的看法 有 匹婆沙中的看法 有上部派的部法 所以我们常常 是不是我刚刚讲的 像 有阿比达摩基论 阿比达摩拒舌论 而他们的看法 说辞 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那 总而言之 我们这边要记住的说什么 大家 回家要帮我记住的说什么 就是 那如果 我们分的 出禅天的禁分 我也跟大家一样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的 在背 背这些名词的一样 我说 我以前都是用什么 都是用藏文背 所以大家 我也是跟大家一起 我不是只是给大家功课 我自己也有在做功课 那样子 我们一起一起做的说什么 我们在 出禅天的禁分 它如果分的话 它可以分为说什么 就是 了象 圣洁 远离 舍乐 观察 嘉行 究竟 这六个为 出禅天的禁分的分类 它一个果是什么呢 就是嘉行究竟过 或者我们就简称为 出禅天的正行 所以 这个大家会慢慢慢慢 呃 什么意思 我们先 后面慢慢慢慢 逐渐会跟大家介绍 我想说我先不把 因为它里面开始 这个什么呢 就是 呃 大家慢慢会知道说什么 这个分类是在于说 对治 欲戒 初分 烦恼的 不同的阶段 我们在于说 了象 到底嘉行究竟 到底嘉行究竟的果 是什么 是它在对治 欲戒的这个 初分烦恼的 不同的过程 不同的心性 不同的心态 它会加于说什么 我们从 了象 圣洁 远离 色乐 观察 嘉行究竟 它是在这个 在做不同的 心性的 的阶段 我们慢慢慢慢先 我们先从初分的 额 禁分介绍之后 我们再把它 回来再把它 一一一一一一的 配合这些的名词 再去介绍了 好 所以 它的辩论是不是说什么 它是认为说 初禅天的禁分 在于 什么 了象座义的话 应该是初禅天的 禁分的首位了 第一个 就是以了象座义 为来讲的话 这是极为不对的 或者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上次是不是说什么 我就把意思讲出来 我就不再专门念 那个文字的时候 它说什么呢 因为说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介绍到了 这边说什么 因为最初得止的 普特前罗兴旭的 清安所设置的 等隐嘛 等隐三摩地 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是一大串的文字 可是实际上什么 它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已经获得了止了 获得了止了 这个人的心中 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清安嘛 看 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有 跟大家略略介绍 什么叫做清安 清安可以分为两种嘛 有一个叫 生清安 有一个叫 新清安 那 生清安是什么 新清安是什么 它获得的次第是什么 我们上次是不是有略略讲到 是 先获得 新清安 再获得 生清安 获得 生清安是什么 这个时候的新是什么 我们叫 第九柱新 就是在我们以前的那种 有 九柱来讲的话 九星都是所谓的 玉界的新 从我们像什么 像我这种初分的新 什么都还没有 连 往内 内柱都还没开始 内柱是不是 首先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升起内柱的吗 我说我们 像我现在我们 不是说我们 我 我说不要用我们 我常常在 我说像我这样子的话 我知道自己的心绪 为什么 我常常用这样子的 意思是什么是 我们在经书 就有一个用词 说什么是 唯有我 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的心 自己为自己的心 最明了 别的人都不知道了 我昨天也才在听到 我这次跟夏密院的大老师 我们 因为他跟老师是好朋友 大概 我这样回去算了 已经 大概在14年前 15年前了 你看我那时候 一下子那时候 28 9 30岁的那个 我一年头 我记得那时候是 那个老师还在跟我说 他说 他说 他就知道 他就去到 那就是如圣法师 他说 那时候你很出名 为什么 他说 你一边在听口传 我在听那个日中文学 第1024的干单诗 你一直在背那个戒论 因为我那时候 要准备 我觉得我已经 再过两年要去考格系 我就一直在背 一直在背 他就说 哪有一个人这么 这么用功 在听 我就不跟我同班的 坐在一起 我自己找一个角落 他一边在听 人物界 在念诵 我一边在背戒论 所以 三个礼拜 下来 那一年要背的戒论 的课程 我全部都背完了 这样就在听 他说 那旁边的人 还笑我说什么 他说 那时候他不知道 我是要准备要考格系 我还记得他跟我说 他说 你是新来的是不是 我说 你为什么是新来的 他说 你一直在背那个戒律 从头背 你是不是今天才刚出家 那样子 我说没有 我是已经要准备 考格系考试了 所以在那边来背的时候 那老师就说什么 他就说 他说 我们说 最后才知道说什么 很多人是 因为在教书的时候 乃至说什么 修持的时候 很多是为世间八风而催了 很多是什么 平凡的僧人 真的有修持的时候 什么 他根本是不为人知的 可是在往生的时候 知道了 那时候什么 可能我们这种当教经书的 或他说 像你们夏密院的 这时候说什么 你们的老师都那么差了 怎么 一往生了 不到几分钟 那个尸体就开始臭了 那样子 我说我们大概可能都这样子 自己的心绪 是怎么样都最清楚了 那谁都不能欺骗 我说这个是 我可以骗人说 我教多少书了 做了多少的时候 可是什么 在死亡的时候是 谁都欺骗不了 谁来讲 自己有多 多少功夫来讲的时候呢 那至少 这边有谁有旨啊 谁有官啊 谁有什么菩提心 谁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是很多的 那种的 完全不知道的 修行者 或者来讲的 这不管是 汉帝也好 藏帝也好 有太多的这种的 历史来讲的话呢 那总而言之 我们这边来讲说什么 那 什么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欲界的心 像我这样子的话 是什么 我们根本 没有往那边来讲 连久住心都不算嘛 还在外面呢 使那个大象 跑来的 那第一个什么是 内住嘛 内住是什么是 我们大家都可以生起来呢 就是我只要把心 放在那个静 可以一刹那的话呢 那就等于是 内住了 可是放到第一刹那 一放呢 它一跑掉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内住的特性了 那慢慢可以把它 什么 开始从一秒钟 变成两秒钟 两秒钟 变成五秒钟 五秒钟 变成十秒钟 什么呢 有续的嘛 续住了嘛 那总之从这个 从内住去住 这样到九住心的 那第九住 我们叫什么呢 叫等于 等于 而三摩地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定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定 跟禅定 不太一样了 定是什么呢 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心绪当中 我们都有定 我们都有定 什么 我可以把内心 安住在这一个静上的 这样的作用的心锁呢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做定 就是 像我们所谓的智慧啊 定啊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 学习心内学的时候 在五定型 五片型 五片型当中 不是有一个定 会 对不对 它是在五片型的 乃至说只要有 可以了解 可以责得 一个静的那个心事呢 它就一定会有定 一定会有 会 会是什么 就是我在那观察 简则 分析的那个心事 我不一定 有 不是像我们到 我有察觉到 我在观察的时候 不是 就是这个心事 它有这个功能 可以到 来讲 或者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看像我们在开车 可能有些什么 有些人 那种 不是有些 我们现在有那个卡车 有那个四成四 可以爬坡的 很多人根本不会 以前那个车子 我不知道现在车子有没有 以前 我在讲 以前它还有换到那个什么 爬山档 很多人连那个爬山档 从来没有 没有用过 可是不代表它不存在 你有那个能力 就它随时可以来讲的时候 同样 我们的心绪当中 只要是有认知的心思 或者有正德的静 它随时周遭就有那一个 会在做观察了 而人可以安住在一个静上面的什么呢 我可以 停留在这个上面 可以观察到什么 那就一定要有定在那边了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在于说 在 阿比达摩俱舍论 它没有分五片形 五定形 它有分一个说什么 它有分一个 十种跟随一切心事走的心所 它在这十种里面就有会 里面就有定 它说所有心事 不管是善恶无忌 了知不了知 所有的心事都有 会的这一部分 都有定的这一部分 因为什么 它有观察 也在分析的这一个功能 也有什么 也有在可以安住一个定的功能 是不是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说什么 这个会 我是不是大家那时候还 大家没听过说什么 有说随胜烦恼的会 我不是说有随胜烦恼的会 就为 箭 那个随胜 那叫随胜烦恼的箭 像我们说什么 撒迦野箭 鞭箭 什么 借进取箭 进取箭 等等等等 这个箭都什么呢 实际上来讲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会 它在做简则 它不是智慧 它是一种会 一个烦恼的会 可是它抉择了错误的方面吗 所以 这一个来讲的话 三摩地是什么 是 我们只要可以安住于一静的 这个心所 我们就叫三摩地 所以呢 一般的等隐三摩地 一定是指 不一定 就是 属于御界的等隐三摩地 这一部分呢 是什么 那都还是御界的心事 到底获得清安之后 而摄持住的 这种等隐的三摩地呢 我们才叫什么 这才叫做 指了 而所谓的清安 是什么 是一定是 在九诸心 我们后面 九诸心我们还会介绍 所以我就不再 特殊的介绍 我这次我想说 我这次我就 我们之前 大家如果想要 在我们还没有上课之前 他可以 复习我们以前讲的九诸心 可是不一定要 我这次我就不按照图案了 上次我们是按照图案 图案都是比较粗分的 这是我们直接用嘴巴 来讲 那个 因为我说图案 图案是什么 就如同像你说什么 你在看卡通一样 你依着卡通 你要真的了解 比如说这个小说 你用卡通去了解 是不是 没有办法 一无一失 他只能大致上的 去跟大家 描述出来 一样 我们用九诸心的图 那个大象图 那个 弯来弯去的 他只能大致上 介绍 他没有办法 细腻的 或者他没办法 在内心 心虚陷起的时候 这次我们比较 大家已经有 一个概念 大家如果想要复习 有时间 想要复习 大家可以去听 之前的这种九诸心 如果没有 没关系 我们还会再介绍一次的话 这次就是从嘴巴 嘴巴上介绍的时候 那经过九诸心的话 九诸心都是属于 是欲戒的心事 他是想说什么 从 初分的欲戒的心事 慢慢慢慢把它 怎么收射 到这 那清安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 清安就是对治 或者克制了什么 就是我们在普吉尔次第广论 是不是之前在讲武蕴 在讲苦地的这个时候 他不是讲说 什么叫做为武蕴 大家有在 是不是在介绍在 武蕴 这个时候 在介绍苦地的时候 也介绍烦恼 烦恼的时候 他介绍撒家爷见 撒家爷见 就介绍说 他的所缘是武蕴 他又开始介绍 武蕴是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普吉尔次第广论 你看这边 那 武蕴当中 他说最大的 来讲说什么呢 什么就是有叫做 生的出众 跟 心的出众 所以 生的出众 就是 生清安生起来的主爱 心的出众 就是 心清安生起来的主爱 所以 心的出众 里面有包含什么 有包含昏尘 吊局 什么等等的 总之 心的出众的意思是什么 是 障碍着我 不能随心的所欲 让我心是去援助于一尽的 这一份的阻碍呢 这种我们叫 心的出众 而生的出众是什么呢 就是 我的 没有办法随着 我的身体 没有办法听取 我所 想要使唤他而做的 这一种的 出众的话 什么叫做 生的出众 像你看我说什么 我很想去 爬山 可是我膝盖不舒服 什么那种的 或者我年纪大了 我的膝盖 软骨 不听使唤 什么等等的话 那叫什么 这种就叫做 生的出众 那 那 获得 心清安的时候呢 他什么 他可以随心的所欲 心可以安住于尽 当然他们不一定 获得到烦恼 什么那些都没有 他就是 我心可以随心所欲于 圆一尽的 这一个阻碍呢 我都 去除掉了 不代表说 我心上的障碍 都去除掉 心上的障碍太多了 还有烦恼 所知障 什么都有 那个都还没有去除掉 只是说什么 阻碍我可以随心所欲 安住于 一尽的那一份的阻碍 去除掉 那都要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说 我先得到 心里的安乐的时候呢 心里的舒畅 导致我身体也舒畅了 开始有什么 身心其安 所以是不是这边 这边画图 这边就是有一个 那种的 那种 持着披肩那样 翱翔的那个生人 我就听尊者说什么 他说这个 以早期来讲 应该是有 他说他有 有一次在早期 在来到印度之后 那有人跟他禁见他 又跟他报告说 欸 现在还有这种人 他说在折磅的 后山的闭关房 他说他 那个人 吓到了 因为那个 这些人都往生 因为我们 不太喜欢人在世的时候 说这个人 为什么 因为一说这个能力 这个人 就到最后 他就被烦死了 那样子 就是大家觉得 这个是特异功能 或什么 所以一般 我不知道别的 如果是以 三大士 或格鲁派的修行者的时候 一般他在世的时候 他不会说他有什么 什么成就 他不会 你说他有 他故意跟你说颠倒话 那种子 那总之在这个闭关房 他说他有这个人 他这个人出来之后 跟尊者说 在舍棒市现在还有这样子 他说他以为他眼看错了 他有一天他去后山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人 从一个山上 就像我们现在那种 从那种跳降落伞一样 他说他看到人 他就拿他的皮肩 从一个山这样子 就滑翔到另外一个山 他就进入闭关房 那样子 他说还有人到这样子 有生清安的这个来讲 就是有这个 到目前为止 还有这种来讲的 可是这个是 可是尊者说什么 他就说 真的有的话 现在是要 在21世纪 应该要显现出来的时候了 应该 不是只是在说经书有这样子 所以 真的如果可以修持的话 应该要 要是 要显现出来的时候 是在这个时候了那样子 那我们在这个来讲的话 总之 心情安就是什么呢 他是听着我随心所欲的 我 身体的使唤而去做 他因为 身体舒畅的时候 当然 身体舒畅会生起他的热 我觉得 我常常就跟大家讲 你看我说 你看我 例如说像我们这样子 我们长期不去运动 忽然去运动房来讲 哪有什么热处 觉得都是痛苦 流汗 那痛苦都要死 可是你看那种 很爱每一天去运动房 他应该是到 我就说 身情安就像这样 那某一个地方 你做什么 那就变热处了 你变成 虽然是很辛苦 当然有他辛苦 可是他在这种那种 热在其中的 他那种举重 或者在流汗 每个衣服可以挤出汗水 有他的那种热处 他是不是从这个当中说 获得身情安之乐 身心舒畅 他因为身体就觉得 我很强壮 有那种热处 是不是心里也就跟着愉悦起来了 所以是不是刺帝就很容易了解 也就是说从 心清安 生清安 生清安 生清安生起是 生清安之乐 生清安之乐 生起是 心清安之乐 当然 你说 清安生起的师弟 一定要这样子吗 我们说什么 又不一定 是不是 因为有什么 有些地方没有生清安的 我们是不是上次要举那个 不一定要有 生心清安来讲 比如说什么 无色戒 无色戒只有心清安 只有心清安之乐 但因为没有身体 怎么会生起生清安 没有生清安 怎么会生起 生清安之乐 不可能有这样子 生起的时候 所以 我们刚刚讲 是以一个欲戒的人来 为弱力的 如果 要生起 清安 生起止的师弟 不一定 不一定是这样子 如果以欲戒来讲 我们刚刚讲的 心清安 生清安 生清安 生清安之乐 心清安之乐 那 马上生起 马上会生起子 不一定 不会 为什么 就像我们 前几天在普道次第广论 有略略介绍 他一样他引用了 拒舍论的 拒舍论自嗜的 那一段 说什么 因为 他认为说 我们在死的心的时候 死心是不是要断掉了 如果你用善恶的 那是太清楚 太强烈 你没有办法断掉 所以他什么 一定要到无稽 他才有办法断掉的时候 一样他说是什么 因为 有乐促 刚升起的时候 太 那种 乐太大了 没有办法安住于 一近了 那个纸没办法升起来 什么 要等那种乐 降下来到平稳的时候 才有办法 我还记得 尊者在那种2008年 在介绍 宪官的时候 介绍这段 他说什么 他举的例子 他说什么 他说你看 我上个节目也跟大家讲说 你看我们 20年 没有看到家人 忽然看到家人之后 不是说悲伤 是不是 乐极而哭而泣的时候 是不是 刚开始来讲 太开心的时候 连话都讲不出来 那种兴奋到快乐到 话都说不出来 我想 你要说 我看到以前 我们那种 因为前 你在 2008年之前 很多西藏的人 还可以偶尔 来到印度清法 2008年之后 就 没有办法 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去的时候 碰到有些 我学生 或者老师 他们亲戚从西藏来的时候 我每次都笑他们 我说奇怪 你碰到那么久 碰到家人 你怎么都没有话说 他们说 不知道怎么说 太高兴了 说因为太久没看到 因为他们 等于说翻山越岭 他真的是 以我们早期 在三大寺来讲的话 大家这几次有去三大寺 才比较知道 以前没有手机 以前 我说我要打 我现在才跟我 最近我才见到我妈 我才跟我母亲说 以前我要 为什么不常打电话 是什么呢 我如果要打电话 回来台湾 或者你们要找到我的话 我要去乡村里面 借一个脚踏车 那时候 脚踏车是很昂贵的 大概像 他那种 傳家之宝一样的 他要借你脚踏车 脚踏车借完之后 还要骑15公里 去印度城市 他骑到那边 那个电话 有时候可以打得通 有时候打不通 那种子打得通 他是每一秒 在跳前的 就跟我们以前 打那个长途电话一样 他没有在 有时候他就说 请你等一下 我去找人 那样子 又找不到 一直跳 一直跳 我挂断 我又舍不得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一次就 几千块 那骑完之后 又要再骑15公里 回寺院 那等等来回 就骑30公里的路程 那样来讲的话 我说那我们一年 就打那几次 一两次就差不多了吧 那样子 或者跟着 没办法来讲的话 所以我就说 我可以知道说 你看过了 真的是以前来三大师 他是根本没有音讯 跟自己的家人 就是等于是断关系的一样的 连我们从台湾或美国去 都是这样断关系的 更何况是西藏来讲的时候 真的过了20年 过了30年 刚开始见到的时候 那种情绪太激昂了 太高兴了 根本说不出话来 就是像这样子一样 刚开始获得 清安的热的时候 他太昂了 他没有办法安住已经 要等他慢慢降下来之后 他才有办法进入 那个时候 那时候才是什么呢 那时候叫 也叫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说 由匹婆生 或者应该说 由奢摩他的这种的 我们说 这个奢摩他生起 或者说 子奢摩他同意 我们所谓的子 跟奢摩他 而在一起了 所以 他这边举的例子 说什么是 就是 刚开始获得了子 这样一个人的心绪当中的 什么呢 由清安所设置住的 这个等隐 这个三摩地 或等隐 等隐这个地 这个定 等隐就是一个定了 可是他就说 就等于是等隐定 或等隐三摩地 这个来讲的话 这才是所谓的 出禅天的 禁分的首位 或者最初了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在生起 鸟像之前 鸟像之前就要生起来的 因为什么呢 这后面我们有分类了 鸟像还没有生起来之前 里面之前有生起一个这个 就是 他所举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 最初获得 是最初获得指的 普特前罗心绪里面的 由清安所设置住的 等隐的这个定呢 很长一段 很长一段 这个来讲是 这才是 出禅天的 禁分的首位 不是鸟像 鸟像是跟着这个而生起的 这也叫什么呢 这也叫什么 以及若得出禅禁分了相作义 则需先行得出禅禁分 作义初修业者 所以等于说什么 这叫 刚刚叫什么 就是出禅定的禁分的初修业者 出禅定的禁分的初修业者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以上刚刚讲的 最初获得指的 普特前罗心绪的 清安所设置住的 等隐的三摩地 就是以简单来讲 我们就什么 就是说 是最初获 对不起 就是出禅天的禁分的初修业者 可是这个要有一个 我们要再做一个解释了 就是出禅天的初修业者 不一定只有 我要说 就不一定只有在于 最初获得指的这个阶段 大家不要误会 是最初获得指 禁分的这个字 还没获得雅像之前 只有在这个阶段 不一定 我们上次 有一个什么 我要举那个例子 我们是不是在于 阿罗汉在介绍20声的时候 大家还记住 我们有一个名词 是不是有一个是 间断的 一个是 同时段的 对不对 有一个间断同时段的 还记不记得我们 用这个名词 在间断的意思 是不是说什么 他的对于所段是 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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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他是从 例如说是 从 预留果 亦来果 不还果 再获得阿罗汉果 是不是他在这个时候 间断的时候 他什么 他在还没有获得 阿罗汉果之前 早就获得了 禅定正行了 那 在于获得那种 同时段的 或者并段的 这个 顿段 是不是顿段 好 因为我一直在想藏文的 我就想说是同时的 或者就是 顿段的时候 他 不可能是依着 我刚刚讲 不可能是依着 欲界的心去断除 三界烦恼 所以他所依靠的心是什么 是依靠着 出成天的 禁分 而去断三界烦恼 而他依靠的那个禁分 叫什么呢 也叫 初修业者 那就叫初修业者 那为什么呢 因为 了相等 这个六相的 这个 禁分的来讲的话 这个禁分来讲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有漏的 就是 了相 圣洁 我们是不是刚刚讲 了相 圣洁 远离 色乐 观察 佳行 究竟 这六个来讲 一定是有漏的 他只是为了在于 他一定只是为了在于 在我们什么 我们在于六道轮回当中 累积也的这样子去修持的 这是有漏的 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这六个 去走向什么 所谓的那种初世间道 这不可能的 没有这个 没有依靠着了相 一直到佳行 究竟 我们上个礼拜 是不是刚刚大家有问说 四三八定的能医 这就是在能医之道上面来讲的话 这六个来讲的话 没有办法依这个六个 做为什么 做为是初世间的 去断烦恼的 这没有办法 这是有漏的 这六个就是有漏了 那有什么呢 这我们讲说什么 如果有没有依靠着 初三天的禁分 而去断三界烦恼呢 走到初世间的呢 有 那就要什么呢 那就他只能依靠着 禁分的初修业者了 所以这个禁分初修业者来讲 他不一定只有在第一时间 才叫初修业者 这什么是 第一个位置为初修而已 而不是说 只有在第一时间的那个来讲 所以我记得 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 那个尊者常常那时候 他去年在跟我讲 就是说什么 因为我们讲初修业者的话 我们叫他说什么 以后面他 我不知道他翻译的名词是什么 可是我们慢慢会记得 他说初修业者有一个名词 我们也会讲到他说 他说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 就初修业者的无所不能 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或者我们讲说 禁分的无所不能 禁分的无所不能 也就是禁分的初修业者 只有初修业者才可以变成是 无所不能 为什么变成叫做无所不能 因为我依靠着这个初修业者 我想要走世间道 他也可以走世间道 我如果想要走 初世间道 我也可以依着这个走初世间道 所以他没有他不能 他两个都可以承担的 我们讲说他没有 他没有他不能负担的 他可以负担的 他没有他不能负担不起的 像我们刚刚讲了 了相 圣洁等那些人远离 他就没有什么 他就负担不起 走无肉的走初世间 他负担不起 他只能负担起走世间的 所以他不可能会变成 所谓的无所不能 只有初修业者 在禁分的初修业者 才可以变成什么无所不能 那我为什么来讲 我说每次都在笑的那时候 因为去年是我第一年 他可能比较知道 我是真的考完格西了那样子 他来讲的话 他们找我去做尊正师 去传比丘戒的 他进去的时候 尊者在看那个名单 因为我们在传戒的时候 和尚有一个 他必须做的什么是 他要把尊正师 跟介绍给戒子们 这是什么人 他是十戒多文 上下什么 来做这个的时候 他真的要什么格西 或者什么事愿住持 来讲的话 他到第十位 因为我最之前的 每一个都 一般来讲 每一个都考格西 都考二三十年的 只有我一个是 考了四年或五年的 他说考到什么 Redeuse的格西 Russo法 他说你不是翻译吗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那种 他说你就是那种 无所不能的 那样子 他说无所不能 那你当翻译的时候 你又当翻译 那你当尊正师 你就当尊正师 你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 那样子 哪有这样子 那就是说 那来讲 每次都记得 这个讲说什么 我们讲 初修业者的时候 在这个经分 他会有一个叫 也会讲到 叫说无所不能 就是 不是说有肉的会变成无肉 无肉的变成有 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说 不是说 又有一个东西 它又既是有肉 又既是无肉 那个不可能的 有肉跟无肉是相为的 可是我们现在说 这个东西 如果我要它走向有肉 它也可以走向有肉的 这个东西我要走它 它想无肉的 我也可以把它走向无肉的 所以它才 这个来讲 它才叫无所不能 它都可以负担得起 这在什么 只有在 禁分的初修业者 才有这一项的功能 后面的这所谓的 了相 圣洁 远离 色乐 等这个六个来讲 都没有这个功能 后面的这个六个呢 只有什么 只有所谓的 有肉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累积 轮回的业嘛 这六个都在累积 后面生在 轮回的业的时候呢 所以它只有有肉的功能 它没有无肉的功能 所以它不可能 不可能变成所谓的 无所不能的 好 大家我们记得 就是说 因为我讲到这个说什么 所以它也叫 初修业者 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呢 因为 很多人会误会 初修业者 只有在最初时 它不是这样子 它的证明不是这个证明 它不是说 初修业者为最初时的 它是说 最初时间的那一个 禁分 是叫初修业者嘛 你看它的 它的逻辑 不是导过来 大家会 不要导 我们讲说 导品片的逻辑 它不是说 初修业者 只有在最初时修 是最初时修的那个旨 叫做初修业者 这个在于 了像之前嘛 是不是大家 再看一次那个 那个文字 是不是说什么 以及若得 初禅 净分 了像作义 是不是第一 这个第一项的来讲 在这个之前呢 则需先行得 初禅 净分作义的初修业者嘛 所以我们说 初禅 净分的初修业者 一定要在先得嘛 所以为什么呢 前者之神成立的 以庄严经论说 由喜无作行 赐获得圆满 身心妙清安 名为有作义 这才想说什么呢 我们 是不是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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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点 这个是不是需要用两个原因 是不是 初跟后 大家还记得我们初跟后 这个初是什么 刚刚他要证明的是什么 是不是说什么 在于获得清安 刚获得清安的普特求罗兴趣的 刚获得子 刚获得子的普特求罗兴趣 清安所设持的这个等颖的三摩地 是什么 是 初禅天的净分的首位 这是第一个原因嘛 是不是 第一个原因是这个 第二个原因才是说什么 在获得了像作义之前 要先获得 这个初修业者嘛 是不是 这是第二个原因 大家知道有两个原因 它不是只有一个原因 是两个原因而证明嘛 我们再讲一遍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 刚获得 子的 普特求罗里面的 清安所设持住的 清安所设持住的等颖三摩地 是 什么 是初禅天的 净分的首位嘛 这也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是 就是 在获得了像作义之前 必须先获得 另外一者 初禅天的净分 而那个净分叫什么呢 叫做 初修业者 是不是 两个原因嘛 前因 后因 和前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 刚获得那一个 第一个叫做 叫 刚获得子的 普特求罗心绪的 由清安所设持住的 这个 等颖三摩地 是最初位 是什么呢 它是依着经专言论 弥勒菩萨的经专言论嘛 弥勒菩萨的这个经专言论 里面讲到说什么呢 它说 它说 抱歉 因为我觉得我看藏文的 比较来讲 它说 由其无作行 赐获得圆满 身心妙清安 名为有作义 这什么呢 意思来讲的话 是透游在修持 串席 修持什么 透游串席修持久住心嘛 久住心久住心 慢慢什么 就不用再刻意的去作义了嘛 或者作行了 什么我们讲说 大家还记得 第九住心 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讲 第八住心 跟第九住心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第八住心是我还要刻意的 前面还要有一个推动力 我才可以安住的时候呢 第九住心是什么 我不需要刻意的 它直接安入了 可是它还没有进入到 清安的这个阶段 它是可以直接的时候呢 所以是不是到 透游修持串席 久住心不断串席 不断串席 到底是什么呢 没有刻意的作义 没有刻意的去圆禁的 这状态来讲的话呢 在这之后会什么呢 会有分身心嘛 是获得圆满的身心清安的 圆满获得这个身心清安的时候呢 在什么 在获得作义的 就获得什么 就是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时候 清安所设持住的 那一个前面嘛 这个前面的无座行 这个前面的无座行在指什么 是在指第九住心啊 等隐心啊 是不是 前面我刚刚讲嘛 等隐不是分欲界的等隐心 跟上界的等隐心嘛 欲界的等隐心的时候呢 是还没有获得清安的 所以获得了欲界的等隐心 之后获得圆满的身心的清安 而设持的这个时候的那个等隐呢 就是等于说什么呢 就是作义 这个作义是什么 就是等于说 这个作义不是别的刻意的 这个作义是代表什么 就是初禅天的禁分了 这个作义就是禁分作义了 所以在这个 所谓的金庄原论的 这一句是什么 就说什么 它是说 获得清安之后 而设持住的等隐三摩地 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呢 这叫做初禅天的禁分了 一样 那第二个 那第二个也是说什么呢 那 申文帝里面 所以你看 我常说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 我们不是在破斥申文帝啊 为什么 马上 马上福生大师不是又在引用申文帝来证明说 初禅天的禁分的了义作义之前 必须要先获得初禅天的禁分的出修业者 好 那这什么来后者成立就是第二个原因吗 以 我先把它念完和我们 我觉得我们这个礼拜可能还没介绍完毕 我下礼拜再慢慢介绍说什么 下礼拜我就 我想说什么 我们就不复习了 这个大概就是要 我现在我们还没到最后 大家请一定要做功课 我们就是要做什么 大家要帮我把 这几个座义的名称背起来 就是什么 我们前面是什么 是初禅天的禁分 初禅天的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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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有什么 有七因一个果 我们可以说七因一个果 没有后面的 有所谓的初修业者 还有什么 我们了相 圣洁 远离 折乐 观察 佳行究竟 佳行究竟的果 就变成是正形了 情 所以大家记得说 我们这个次第是什么 就是从初修业者 到佳行究竟 而佳行究竟的果 就等于是正形了 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们到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个逻辑大家就看得懂了 和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不复习了 我们就直接进去了 和这前面是不是 还有什么次第 大家要记住的话 就是先有九诸心 九诸心都还没有到止 九诸心之后 它引申出了什么是 心清安 生清安 生清安之乐 心清安之乐 再把乐降下来之后 那个时候才会什么呢 我们那时候才会升起 初禅天的 净分的初修业者 好 那为什么的话呢 这边来讲说 以申文帝说 云和作义初修业者呢 讲专注意缘勤修作义 乃至未得所修作义 未能处正心一尽性 四名作义初修业者 云和静烦恼初修业者 未以正的所修作义 与诸烦恼 欲尽其心 发起色寿正行修习了相作义 所以什么呢 在我们后面来讲 它的分类 今天是不是在依着这个文字 他就知道说 他说的是什么的话呢 这边所要分的 或者所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可以分为说 在于初禅天的净分 初禅天的净分 可以等于说分什么呢 可以分初修业者 以及后面他说什么呢 他后面是不是举了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 他叫今天这边讲的说什么 他说 净烦恼初修业者 你看后面有没有一个说 云和净烦恼初修业者 跟前面有一个讲说什么 云和作义初修业者 净烦恼初修业者 有没有这个名称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人说一开始说 云和作义初修业者 云和净烦恼初修业者 所以等于说 初修业者才是最前面的那一个 还没有获得了像之前的那叫 初修业者 了像作义的那个叫什么呢 那叫 净烦恼初修业者 里面当中分为六 了像一直到加行就近了 所以 刚刚以上 以上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福正大师这边没有做解释 可是我们看别的人的注决 或者别的注释 特别在什么 在普提道次第广论 他有做到说什么呢 他说 刚刚圣文帝所说的 净烦恼可以分为七 了像一直到加行就近国 是什么呢 这不是净烦恼的分类 这是什么 是欲净烦恼净烦恼的分类 有没有看到后面 他后面这个文字说什么 他说 净烦恼初修业 净烦恼初修业者的分类 是从什么 从了像一直到加行就近 加行就近国 一般净烦恼的分类 不是这个 净烦恼的分类 他要用这个文字 他前面来讲说什么 有一个 云荷为座义初修业者 云荷为清净烦恼初修业者 有这两个分类 所以我们可以一般讲说什么 我们后面他会有这个文字说 所以 初禅天的净烦恼 可以分为什么 我们可以分为二 有所谓的 座义初修业者 以及 清净烦恼的初修业者 而清净烦恼初修业者 又可以分为什么 分为六了 了相 圣洁 圣洁 远离 色乐 观察 观察 嘉行究竟 等这六个 而嘉行究竟的过 则是什么呢 嘉行究竟的过则是为正行了 好 下个礼拜我们再开始解释 这个申文帝的这一个文字 这个 他只是比较复杂的文字而已 可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意思的话 就知道了 就说什么 他的总之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申文帝说 你看他已经做了两种分类了 一个叫做意出修业者 跟清净烦恼出修业者 他是不是在清净烦恼出修业者 他后面才补充什么 所以这边才会分出了相做意吗 是不是在最后这边他说 所以 发起色受正情休息了相做意吗 最后那个四个字 这是说什么 在清净烦恼出修业者 才会发情了相做意 这种来讲的话 就知道说什么 这是在于 清净烦恼出修业者的 可是在清净烦恼出修业者 之前要申起什么呢 要先申起一个 作意出修业者 或者以后的话 他就不会用这个名词 他不会用 作意出修业者 跟什么 清净烦恼出修业者 他比较就是说什么 就是出修业者 就是归于说 作意出修业者 而所谓的清净烦恼出修业者 就是什么 就是了相等六个 他就直接说 了相 圣洁等等 这个来去做分 那大家 那我们先 大家不要马上就觉得说 好像我 格西你在讲什么 因为是我们很多名词 很多名词 大家先熟悉一些名词 就慢慢可以看得出说 什么叫做四禅八定 我们只要熟悉这些名词 后面就容易了 就跟二十生的一模一样 开始他前面的大概三四个礼拜 我们都是在介绍名词 那时候我记得 我不是跟大家讲故事 我说 那时候老师就是这样鼓励我的 我说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应该是哭哭啼啼的 去跟老师说 我觉得我学不上去了 那时候我说 我要放弃了 我觉得我 我怎么这么笨 那个什么都听不懂了 学了这么多年轻书 他说没有 所有的人都是 经过这个阶段 你只要学会的时候 慢慢就好了 和我们也是 就是我们慢慢 大家不用急 我们先这个礼拜 就大家按照我说的 就是大概熟悉这几个名词就好了 什么叫做出秀业者 什么叫做禁分 什么叫做了相 他的次第是什么 这有什么阵型 大概有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到目前为止 这就足够了 这样就足够了 和我们下个礼拜 会再复习这几个名词 和我们就马上开始 跟大家介绍了 那个圣文帝的这个意思了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 和大家就请合掌回向了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当